好 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只剩下三分钟 我就大致的让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拜登在上个礼拜 他特别的公开的呼吁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国 我们或者称之为OPEI PLUS 就石油输出国组织啊很清楚嘛 就是包括了沙哲地阿拉伯啦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 这几个产油的中东的产油国 他的盟友国主要的是俄罗斯 然后还有包括了像委内瑞拉啦 这一些不在中东地区 但是其实也是产油大国 但OPEI PLUS加总起来 其实大概他的石油生产量 占全球大概四成左右 其实到现在为止 已经没有超过五成 主要是美国自己已经是 全世界有生产原油最多的国家 现在全世界生产原油最多的国家 其实是美国 而并不在OPEI 石油输出国组织 那他呢为了要打击通膨 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 要增产 因为大家知道说去年疫情发生了之后 然后消费需求大幅度降低 然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开了一个会 说啊我们大家减产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控制油价 不要低到那么低 确实对于油价的回升 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去年曾经一度跌到 是零 你知道吗 跌到零 然后现在呢又回到了 就是一桶大概是 六十几到七十几 现在大家都七十几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当然在2008年的之前 2007年的时候 曾经到一百四十七 我印象好深刻那个数字 然后呢 而且那时候张忠谋骗我们 说会到两百块 我跟你讲张忠谋的预测呢 就没有台塑的预测准 台塑那时候王文渊就预测说 到了一百四十七 我印象很深刻 就一百四十七那一天 刚好他参加了一个会议 他说估计年底之前 油价会回到一桶一百块美元以下 他那天早上才这样讲 就一百四十七就变成最高点了 我印象是太深刻了 因为 王文渊是台塑 台湾的台塑集团的老板 对所以从此之后 油价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去听 什么电子业的老板说什么 一定是要去听 这个台塑的这个说法 好 那么 其实你可以 我觉得拜登的这个动作 就包括了他上个月 要求他们的运输委员会 去调查运价 运输的价格 包括了海运 跟陆运的价格 以及他现在呼吁 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要增产 这背后都代表 他现在通膨压力 真的压得他受不了 因为美国民众 对于通膨的预期 已经拉得很高了 他如果再不能够控制通膨 我觉得他未来 就是尤其是明年的选举会受伤很重 不过当然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呢 就提一提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那个 一个头两个大 最严重的问题 还是阿富汗的问题 阿富汗的那个局势 如果 因为他现在的惨烈的画面 已经是太多了 搭在飞机上就被甩下来 然后被美军射杀下来 这些画面 只要再出现 我跟你讲对拜登来讲 那比通膨问题还要来得严重 所以我今天就提一提这个了 对了 所以一个78岁的老先生 要去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 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 不过我的看法是说 当然通膨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知道 一个国家他有没有能力 做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操作 他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就是 他的货币要有很好的国际流通性 可以去分散呢 他本身的这些呢 印钞票的压力 第二个呢 就是他本身的通膨率不能够高 他通膨率如果高 他就没有QE的条件 那美国呢 前面的条件吻合 但是呢 他现在通膨压力上来了 所以他接下去 我认为中国现在对美国态度 比较强硬或豪振以辖 就就是现在是你求我的时候 那不管是叶伦可能会 或会去访问 或者是我认为布林肯 最近的这些的通话 光主动打电话给王毅 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服软求助的动作 那中美关系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 会出现 我们再多等不到48小时 礼拜四早上的政经融奉沛 就会好好的回答解释 不过我要讲重点是说 美国美国要呼吁这些OPEC Plus 对 要他们要增产 我说到我如果是OPEC Plus 我为什么要 对 我我为什么要呢 我我我我 如果油价的高一点点 对我是有利的啊 我一样一样生产这么多的油 要卖那么多的油 我可以卖比较高的价格 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好 那美国过去可以这样叫 倒是因为你是原油的进口那你今天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可以生产啊你你自己有那么多你你你觉得有很贵你自己生产吗你又你尤其拜登上来了之后因为你你不开采你自己的页岩油你你减少你的页岩油然后呢又开始的叫我们的要降低油油价让你可以便宜买油我为什么要这里面还牵涉到俄罗斯俄罗斯更不会 没错 没错